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回带召马就是想和大家重温 刚刚的星期日1月17日沙田日马 首先回顾各场的贴司成绩 最后都可以看澳洲网 The Grace Tip of 的成绩 今日我的成绩都挺差的 最好成绩当然是 何敏连跑10场的赛事 他自己拿了一半的 投马赢了5分 希望其余的日子里面 都可以看到多些这个场面 不要只说潘顿和莫雷拉 两个人垄断了整个局面 希望其他骑士那里 都可以交到一些表现出来 入今集的正题 这一日选到有两场赛事 想和大家重温 一场泥地一场草地 我们先看泥地那场 就是第4场跑4班 1650米泥地赛事 我们先看重播 好出集了 慢了下来 外档起步 举世无双顺势 拖在后 另外荣华黄昌也不快 前面快集的 又在旗城出得挺好 不过这个时候 转弯的时候捉一捉 取而代之放了出来 就是一只霜天自尊 走着二叠都上去 就是一只外马剑 三叠位置 望空都有 就是荣贯大道 这三只马快一点 又在旗城捉一捉 跟回第4位贴栏的位置 外面拍着有皇帝赛 还不太快 再数出去 三叠都走上去 就是潘顿的座 进幽自在 然后过几马位之后 贴栏的有红领射 后一个马位 就看到有星光爸爸 然后贴栏的就是两寸奇美 外面拍着的一只蓝色衣 是女英复星 过几马位之后 有雷亭战区 然后是尾衣三的位置 贴栏荣华黄昌上了一点 暂时尾衣生生发发 暂时包尾就是刚才出集不快的那一世无双 跑到对面直路中尾段 前面放出来 外面本身走三叠都上去的 进幽自在 这里给他霸了一条蓝 所以第2位贴上蓝就有双天至尊 第3位走着二叠是荣观大道 第4位见到有外马剑 然后贴栏的就是右翔其城 过几马位之后 这对马开始要给下去 红领射在入面 然后出面 就是皇帝赛 然后走出去三叠那些 星光爸爸 然后四叠的就是雷亭战区 好 入到离直路的时候 前面占仙的马仍然仍是进幽自在 中间追少少上来 摆正堂太都充得好 就有爱马剑 中间夹着有荣观大道 然后贴栏中有双天至尊 逗到最后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透出的马 见到爱马剑在中档的位置走顺了 暂时领先着差不多两个马位 第2位的马在内揽 就有进幽自在 第3位后面追上来有两传奇美 过重点 跑到第1名就是爱马剑 第2名就是进幽自在 第3名两传奇美 第4名就是荣观大套 重播就看完了 这场赛事里面 第3名过重点的两传奇美 都是值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次我们就一直看赛绩这样说 两传奇美刚刚这场 是十档起步的 其实他在组断的时候很快 田泰安已经捉了马去 比较一个省点的位置跑 他做得非常之好 然后最后马走到中档位置 追上来有第三 见到他虽然对于头马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威胁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第三名 也算是跑得挺高水准 看回今场整体的赛果里面 第一名爱马剑跟前 第二名进幽自在 同样叫放头 反而第三名两传奇美 沿途的走位是十九八 然后最后没断追上第三名回来 然后再看下去 第四名的荣冠大盗 也是摆前的 接着第五名的红礼社 也是跟随了中前 皇帝赛也是 所以见到这一场里 两传奇美的第三名 正正是Anti Tran 头六名过重点的马 唯独就是两传奇美 他就是可以大后想 这样撒进来 铲入一席 我们再看两传奇美的赛绩 其实现在 目前他这个评分 53分 我认为仍然还有个上升空间 只不过是看下去 最近那三场的赛事里面 都是跑四班 1650和1800 他的档位就不是抽得很好 看回他最近三场 包括今次的十档 上次赢马的时候13档 然后再前一次 在12月6日的时候 跑千八这一场九档 所以这些中外档的档位 对于赛马的发挥来说 就会是比较难跑 怎样难跑法呢 他就会令到他在组段的时候 稍为跟得比较被动了 虽然我们看下去 他在前一次 即使是说抽到这个13档 都是能够赢马 但是我始终都是对于 他这样去留到那么被动 带后上不是十分之看好的 我觉得最佳最适合他的跑法 最好就是跟前一点 不要留得太后 虽然这批两传奇尾 那个末段 那个追势 连长 都可以挺稳固的 但是他的冲程那方面 又不是特别长 他就好像比较适合 引起爆一段 我最佳的跑法 可能就要在早段的时候 最好就跟前多一两格 不要留得太后 但最近那三场 都是因应回档位问题 所以留后了 你看回11月4日 何宅瑶骑这一场 四班的泥地千六 1650 排着三档起步 其实马有能力 在赛事组段的时候 跟三四位 所以其实他也是有 这个不错的速度 可以救他在组段的时候 跟着放头马跑 不需要留得太后 最近虽然他留得太后 但追得上来 又不算十分之厉害 所以我见这一匹四岁马 仍然还有一个进步空间 我相信他在四班 跑回那个泥地 1600又好 1650又好 1800又好 他也是有权可以再赢的 但是 大前提 就是来到现在 这个分 背着这个中绑 都是需要抽回一个好些的档位 最好抽到内档 就可以比他更容易 在赛事组段的时候 跟回前些 就会好跑些 不用再怕他追不及了 两全其尾 都希望他再会有进步 大家可以跟进一下 希望他下次可以抽到个好档 好了 那泥地那场赛事 就和大家说完 看第二场 就是另一场草地赛事 第六场 就是跑四班的1200米 我们也看回重播 好 出集了 这场的马都算平排 拖在后 看到初出马的神日金刚 这里查一查 另外 胜仗飞腾 也是拖在后面 前面快杂的马 看到二档起步 凹游之声相当快 不过这个时候 十二档起步 增承上来的齐齐有福 都跟到前在二叠的位置拍实 第三位的马 走着二叠的 竞进偏偏 然后铁蓝方面 一路顺风 中间夹着那一匹 带着面固的 就是尖辣椒 一个马位之后 铁蓝的醒旺材 拍着二叠 就是一只大众开心 再数出去 走着三叠网空位置 就是创科先锋 然后再贴一条蓝神日金刚 跟前多两格 旁边拍着都是側身马 线路豪杰 再数出去走着三叠 荷花复星 然后后面 才有盛将飞腾 领进峰 和暂时包着落尾 就是一只狐狸勇士 好了 入到直楼的时候 前面一对马透出 内兰有奥油之声 都未散 二叠位置齐齐有福 还有两步 后面追上来 大面固就是尖辣椒 大外洞 粉红色咒 就是大众开心 最后百多米兰 前面齐齐有福 已经突围易出 中档位置 尖辣椒起势地追赶 后面还有大众开心的马 最后阶段 内兰的齐齐有福 逗外面的尖辣椒 两只马相当接近 过终点 跑第一名 都仍在入面位置 顶到回来的齐齐有福 第二名 尖辣椒 第三名 醒旺才 将大众开心 赶过了 好了 看完重播 和大家跟进的一匹马 属于比较厚少少少 名切过终点 第七名 过终点的荷花复星 今次想和大家看出集的一下 荷花复星 穿着一件橙色彩衣 这场赛事里 十一档起步 好 出集 跑两步 踢一停 这场赛事里 有几只马快一点 当然会包括有荷花复星 看到3号马 橙色衣服 出集快 另外 外面齐齐有福 也就是这场赛事的头马出集很快 然后再数内篮方面 就是有奥犹之星 也是快 我们再看看荷花复星 比较少见他出集快 但是过往他可能赢马的时候 也不会主动摆在前面 所以看到这场赛事里 即使是荷花复星快集之后 梁家俊也是捉一捉 但是好像已经捉一捉 因为他怎么走也好 看到这里 无论如何处于一个三叠的位置 宁愿三叠望空 不如再捉后多一格 就塞在那只创科先锋后面 虽然他也是走三叠 但是有创科先锋做cover 有遮挡可能会好些 一下捉就捉到比较后一点的位置 入直路的时候 其实他也算是试着跑 不过胜在是有遮挡 然后去到真正入正 入直路的时候 真的需要令荷花复星 能够望空 所以他也在移出了一点 然后打上来 其实追势方面 也不算太多 可能在早段的时候 可能跑得比较少 但是虽然他的追势 不是十分之厉害 但其实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走势 还未去一个很严重的潰败 所以看到他全程 蚀着一个三叠 也是跑得不算太差 最后第七名过中点 我们又去看荷花复星的赛绩 略略地看一看 因为这批四岁马 暂时只赢过1win 就是上季他最后一次出赛的时候 当时国能在四班同情的赛事里 八档起步 然后看他沿途的走位 就是781 属于居中稍后的位置 又并非去到最近的方面 变得这么被动 看回最近的时候 来到今季 蚀踏入了四岁 近这三场 他的沿途走位 可能因应回荡位的关系 例如今次的十一档 又或者上次的十档 甚至前一次跑千四米的八档 都会令蚀在早段的时候 可能出习不算特别慢 他硬要捉一捉 一缩的话 就要缩到最后面的位置 算是太过被动 看到他最近两场戴上眼罩之后 都交到追势上来 不过始终追不及 可能我估计 很大可能 河花复星都需要去上季尾 赢马的时候的情况 他需要被动点 他懂得追马 但不能跟得太后 因为如果跟得太后 只会出现一个追不及的情况 看回荷花复星 暂时他的评分未有调整的53分 但我相信他跑完 刚刚星期日1月17日的赛事之后 平榜完都会减分 虽然看到他追少少 但距离方面 四又四分一个马位 如果根据这个计法 我想他最多减2分或3分 如果他去到51分 也正是他上季尾米赢马的时候的评分 所以看到河花复星 现在的评分 都差不多去到他有能力增胜的评分 他绝对值得大家留意 不过最好 都是要他收回一个好些的档位 就可以增大他的胜算 看到他今次出集快 其实他现在的状态 维持得到 我相信他下一场出赛的时候 那个赢面会比今次更大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着河花复星 好 今集的回带河马 选到一对马 都是长远来说 我觉得还在四班有上升空间 不过很大可能 需要一个好的档位 两全其美和河花复星 希望下一次去抽档的时候 可以抽到一个好些的档位 好 今集的回带河马就说到这里 下一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